菩萨加持 飞机起飞 作者 北京 维维 满院篇 关键词 有求必应 受了菩萨的好处就要说出来 墨学也讲讲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对弟子无限的关爱 大的小小太多了 墨学感恩佛菩萨 感恩经济群 也为了蹭月底群主加持 2018年清明节 墨学宋师兄和其他几位师兄 约好去葡萄山朝圣 买好的南院机场到周山的机票 中午打车到机场时 已经开始下小雨了 到了候机厅不久 就开始下小冰雹 噼里啪啦的 一会儿功夫就听到机场广播在播报 由于天气原因 所有飞机取消航行 请旅客等候通知 我当时就两眼发指指 大脑空白 直接傻掉了 因为已经和南京河北的师兄 约好了大概时间 我们打算一起登岛呢 飞机晚点 墨学就面临当天登不了岛第二天 还得三步一拜 到佛顶山呢 大师兄说 等一等 我先去取钱了 墨学突然想起 微信朋友圈有师兄也是晚点 然后回向善神龙王的事情 随即看了看自己的技术器 四百六十多遍大悲众 那天刚好班级组织冲高活动 墨学报了六百的目标 当即就站在那儿 双手合十进行回向 回向给善神龙王 回向给造成四月份下冰雹的贡业 心里求观世音菩萨加持 回向完也只能接受现实 接着持咒了 但是不超过五分钟 奇迹出现了 突然听见 左后方一个登机口 那一片欢呼声 仔细一看 竟然是飞往舟山的 再一听 舟山的可以飞了 当时 只能用惊奇和不可思议 来形容我的感受了 太神奇了 赶紧给大师兄打电话 告诉他可以登机了 大师兄回来后 墨学和他说了回向的事 他表示不相信 但我真的是内心非常无限的感激 那么大肆大悲观世音菩萨 真是有求必应 而且太神奇了 整个机场就那一班飞机能飞 还有 2018年9月份 墨学的小姑子来北京做手术 话说 这台手术前前后后 这么多的巧合 当时是大师兄找的医院 找的手术大夫 后来一查 大夫还很厉害 是医院数一数二的了 定好了医院和医生之后 小姑子在老家徐州单位请假时候 和一同事闲聊天 那位同事在医院附近有认识人 能帮他异地报销部分手术费用 做手术当天 墨学公司一个项目 正好看现场 十几个人负责十几个街道的项目 十个街道不满整个朝阳区 而墨学分道的街道 离医院就一条街的距离是最近的 上午开完现场 施工方骑着电动车 就把墨学送到了医院门口 一点不耽误下午的手术后场 手术期间 墨学和大师兄一直在念大背着 手术一切顺利 这是他第二次进行手术 以前在老家开过一次腹腔镜了 医生看见肚子里面的情况复杂 直接就停止了手术 可见不学佛修行的人 就只能顺着自己命运走了 怎么这么巧 墨学分道的现场就那么近呢 怎么就那么多巧合呢 怎么一切都这么顺利呢 感恩那么大师大为观世音菩萨 一切安排得那么细致 除了多念 墨学也想不出别的保恩方法 治病片 佛力加持不可思议 2018年墨学开支后的脸皮和菩萨仇子 4月份和10月份 缘分具足 去了葡萄山朝圣的两次 平时尽量多念大悲咒 墨学从小就手脚凉 算下来这慢性病也有十几二十几年了吧 冬天动手动脚 晚上睡觉有几凉 必须靠暖水袋才能睡觉 2017年冬天 菩萨给墨学治过一次后 出门就不动脚了 要不然脚丫子出门 就是动物的节奏 2018年双十一前后 菩萨妈妈慈悲又给墨学 进一步治疗了多年的手脚凉 这个慢性病 就感觉菩萨在墨学肚子里 放了个小暖炉 每天放几次 每次几分钟 就是一下子肚子就一股热气充满了 用手摸肚子就能感到热了 大概持续了半个多月 之后就是偶尔放一次 2018年年底 墨学有幸和群主及骨干 一起又朝圣了一次葡萄山 朝圣回来 墨学因为确认事情和群主说话来着 确认完事情 群主慈悲给墨学单发了一个 菩萨洒净水的小照片 就是常在大群发的那个 当时墨学肚子又是一大股热气充满 当时感觉真的是太神奇了 弗力加持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现在墨学的手脚基本不凉了 一粒要没吃就这么念好了 晚课供修的时候 脚底板还热乎乎的 神不神奇 惊不惊喜 治病篇 神奇的大悲咒 2018年冬天有一天 中午 大师兄自己在家煮饭 由于水放少了 米饭特别硬 胃一阵阵的疼了一下午 晚上墨学回家 意识兴起 说我给您念大悲咒吧 于是就用手按着他的胃 心里齐请菩萨 加持胃上的众生 齐请大悲咒加持众生 没有众生就加持他的胃 就认真地念了七遍大悲咒 七遍结束后 他打了一个大哥 胃随即就不疼了 大悲咒就这么神奇 他打了一个小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大慈大悲 救可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随喜功德